10月15日,寒南学院狮子节,不少父亲居民带着干子,妻子进入校园强摘狮子,有人直接爬到树上采摘,还有人直接将一大根挂满狮子的树枝折下。 视频节图10月15日,寒南学院狮子节,不少父亲居民带着干子,妻子进入校园强摘狮子,有人直接爬到树上采摘,还有人直接将一大根挂满狮子的树枝折下。 视频节图10月15日,河北寒南学院狮子到了成熟之际,有不少校外人士带着工具前往采摘,甚至将树枝折断带走。 事情曝光后引起网友关注,网友认为此举无异于荧幕张胆偷窃,也认网友认为多地高校发生的类似情况,会导致高校完全禁止对外开放。 10月17日,河南学院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,10月15日校内开展市自节,有许多校外人员带工具,甚至推着小推车前来采摘,工作人员多次劝阻无效。 今后将加强对世子树林的管护,专家认为高校不具备处罚和执把的权利,对于社会公众的管理十分困难,引引入第三方机构来进入高校开放。 有效利用校园公共资源,多名校外人士爬树摘狮子视频显示,在狮子林里,有人站在梯子上摘狮子,有人直接爬到树上采摘,还有人直接将一大根挂满狮子的树枝折下,摘下的狮子被多名中老年人士装进了袋子,来自贺车里,有学生在旁边大喊,别摘了好吗? 众多采摘者完全不理会,是,请在网上引发热议,有网友认为,校外人士的疯狂采摘行为,无异于明目张胆偷窃,也有网友认,正是这种情况才让国内一些大学,都装上门禁不再完全开放。 新京报记者从寒丹学院综合办公室了解到,学校每年都会组织狮子节,分院系组织全校的师生采摘,据了解,寒丹学院师子节,已临时举办十余年,学校志愿者会在采摘活动结束后,将狮子送给交警,以护人员,环卫工人,福利院和兼劳院等。 当工作人员也表示,每当师子成熟之际,附近居民或游客,在校园内随意采摘的情况屡见不鲜,校方,将加强对不当采摘的监管。 寒丹学院,安全工作主义负责人介绍,校内的师子数有一千余科,今年的收成应有万斤左右,听何时,网传的视频因为10月15日拍摄,当天恰是针对校内师生举办的师子节采摘活动,视频中有附近居民,也有部分后勤的勤结职工,该工作人员介绍。 大约不少附近居民都装备齐全,骑电动车甚至推着手推车前来。 多名工作人员曾提醒和制止,有人理直气壮回嘴,继续采摘,里边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,爬树很危险的,我们工作人员当时只能提醒他们注意安全,如果条件允许,我们也愿意将多余的师子免费赠送给他们。 该负责人介绍,赢不当采摘,折损树枝等对师子树造成伤害,对学校的律地造成破坏,目前已对校内后勤不当采摘的清洁之工加强教育,此后也将继续加强对周边居民,有可的劝阻,加强对师子树林的管护。 他也提及,日常校园生活中,也经常经历类似的事情,学校出世子树外还有一片竹林,每当到了抢树的季节,父亲的老人也经常在夜间趁没人时来挖竹笋。 面对这类情况,学校通常也只是劝阻为主,实在听不进劝阻的,我们可能会选择报警。 观点一律师,未经允许私采师子,构成盗窃经横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朝街上,师子树和树上节的师子都是学校财物,师子有市场价值,未经学校同意,私自采摘,构成盗窃,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,盗窃,诈骗,空抢,抢夺,强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,除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。 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,情节较重的,除10日以上15月以下拘留,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。 对于游客,市民破坏高项的油彩花钱,樱花树等行为,于律师表示,严重者可能涉及扰乱单位秩序,至治安管理处罚法,扰乱机关,团体,企业,事业单位秩序, 知识工作,生产,医院,医疗,教学,科研不能正常进行,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,应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。 情节较重的,除5月以上10日以下拘留,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。 此外,特别针对对于勇于科研的职务遭到破坏的情况,于律师介绍,如,过名之科研成果而偷盗,鉴定价值达到犯罪标准的,设讯盗窃罪。 观点二,专家,高校开放并非单方面的事情,著名教育学者熊领希表示,这几年大学校园开放遭遇了一系列的问题,不少开放会影响到学校的安全,破坏教学秩序,影响到学生正常教育,教学活动,破坏校园的设施,随着在高校有相应的校内规章制度。 但因并不具备处罚和执法的权利,对于社会公众的管理十分困难,如高校拒绝开放,一方面也有官部门的要求相背离,同时也会遭到娱乐的质疑,这让不少高校也陷入两难的境地。 熊领希介绍,尽管近年来政府部门,一直在推进校园开放,但最终落地的开放都十分有限,对高校的开放,也没有进入到一个规范和计划管理的流程。 其实大学的开放并不是大学单方面的事情,而应该由政府、社区和公益机构、社会公众等多方面共同参与。 熊领希说,目前在全国范围内,也有较好的管理模式。 熊领希介绍,上海的陵云社区就由政府出资的第三方中间机构进入,把社区里包括华东理工大学、在内的中小学的体育城管和教育设施进行整合、管理、机构会招募志愿者分布到学校城管进行管理,社区的居民则可颁理会员卡进入使用。 因此他建议,如果能够由处理社区主导,从而建立聚合理的第三方机构,来进入高校开放,很多学校开放遇到的难点都可以有效,处理,也能更好地实现校园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。 越界高校和游客的矛盾,2017年,教育部、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,关于推荐学校体育场馆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,对学校体育场馆的开放时间、开放对象、收费标准、安保机制作诸规定。 在高校开放校园,甚至变成景区域市民、游客共享同时,也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,川美油菜花被游客破坏。 2016年春天,四川美术学院苦西校区盛开的游菜花地里容人众多,不少市民跳进游菜花地照相、盘折树木等,对校园进观造成破坏。 川美保卫处工作人员表示,不少游客在食堂就餐后,也不会将餐盘送到回收处,就给学校安保、保洁等都增加了负担。 武汉大学游客手造,樱花雨,2018年3月24日晚,武汉大学樱花大到一男子穿过护栏摇晃樱花树枝,形成樱花雨后,其同行人员为之欢呼,后该男子又想去摇晃另一树枝,被周围人员劝阻。 武汉大学党政办工作人员介绍,针对哨音期间的不文明行为,只能劝阻、引导、无权进行处罚。 深圳大学学生毕业作品,败毁,2018年,深圳大学美术系2018届毕业创作在深道美术馆展出,毕业生们把自己花费几个月时间创作的艺术作品在深道美术馆展出, 却遭前往参观的游客破坏,导致一些装饰品丢失,部分雕塑和陶艺作品被摔坏,无法复原。 厦门大学涂鸦隧道遇遭破坏芙蓉隧道,是厦门大学著名的涂鸦隧道,隧道内接位下大学子一笔一笔描绘而成, 但有很多游客正向前去写字涂抹流念,改会画人创者和志愿者,们带来了很大困扰。 2018年4月3日,厦门大学把部微博写,希望游客爱护学子作品,不用再隧道内吐鸦,心情暴击着康家。